王童八月同时自爱 她反而为了艾成更努力过日子 工作满党的她也会利用社群记录生活 平安夜她发文 一个你不在身边的圣诞节 让人小小心疼 王童写下 在工作中度过每一个日子 我有努力工作 我有乖乖吃饭 我有好好睡觉 似乎是要在天上的艾成不要担心 她也晒出教会孩子送上的美好彩蛋 圣诞树上有艾成拿着麦克风的照片 另一张则是她刚好看着艾成 王童在文中也说 我的眼睛真的老是注视着你 小朋友安排的这个彩蛋 让王童非常感动 而艾成生前参与 决胜的徽拍客串 刚好这个桥段在平安夜播出 拍摄的当时艾成一直感谢 能跟王童在同一部戏演出 播出的时间巧妙也成为今年圣诞节 她以不同的形式陪伴王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